最近电视圈里的事呢 你们也关注啊 电视剧什么的 那是风起云涌 左一层 右一层 彩旗烧钻 锣鼓喧天 一股那浓浓的火药味啊 是吧 你们都听说了 穷姚阿姨和余正先生吧 那边呢 穷姚阿姨啊 76岁老太太了 然后控诉余正 余正你知道吗 你没有良心 你这个复兴汉 你简直让我崩溃 让我疯狂 让我受不了了 观众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工作连城 那是赤裸裸的抄袭 这部电视剧 那简直就是一部 换换台词 换换败景的梅花老 而那边余正也说了 姐不太你正事了 我哪吵了 我是伟大的继承啊 伟大的继承 那就是发扬广大嘛 对不对 你说 能说是不要脸 是吧 之前呢 我就号召 我们这个三百多位 评委老师 六百多个司机 七百多个保安 组成了一个专家团 我们就想一起看看 这部宫所连城 看看和梅花老 到底有多像 所以我们专家团队 很快就被剧情 深深吸引住了 因为毕竟是超级 那两方呢 各输己见 还在为抄袭的事情 是纠缠不清的时候呢 你看 人家工作连城的收视率 不降仿深了 所以我们专家团队 为此做出如下分析 说那个 哥啊 我跟你们分析了 目前观众分为三种人 第一种呢 就是俩戏都没看过的 可能俩戏都得去看看 哥那第二呢 就是只看了 公所连城的 听他们一吵架 又想去看看 梅花老的这呢 那第三类呢 就是只看过梅花老的 可能会去看看 公所连城 你能够这么磨叽 能不能一句话总结一下 哥 结论就是 琼瑶和余正双赢了 他们下了这只 老大一盘棋了 这真是买的没有卖的经 把咱们给玩了 最近电视剧圈里边 还有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很多美剧它都下诈了 是吧 大家开始抗议 不行 我喜欢那个蟹耳朵 我看不着了 其实不相抗 其实我相拥 留下来 对你每个之下就不懂 生活大爆炸 我们都很喜欢那些耳朵嘛 就是 P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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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担心啊 但是我在这想说 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 最新的消息人说了 说重新创作 无公害 绿色版的生活大爆炸 有可能即将和我们面试了 就在CCTV 消息一出 有朋友就说了 哎呀 国语配音的生活大爆炸 坚决不看呢 那不得配成这样呢 嘿 我的老伙计 难道你不喜欢国语配音吗 我的上帝啊 这太不可思议了 反正我是很期待 我就很高端嘛 对不对 你看接下来配音就是这样的 Penny Penny Oh Penny 然后Penny在屋里边就说了 哦亲爱的 这么晚了 需要什么帮忙吗 希尔顿先生 哦Penny 我睡不着了 哦所以呢 我亲爱的希尔顿 Penny 你会唱小星星吗 你是不是弱智啊 希尔顿 三十多岁的人还唱他儿歌 海洋俱乐部 海洋俱乐部 欢迎你加入 哦 刚唱的什么调 海洋俱乐部 欢迎你加入 我的队长也是唐轩老厅 咋的 你也是 小时候 我常听我三爷爷 尝这个来着 三爷爷 那时候就听这阁 还想到我在这儿认了老乡 缘分还真奇怪啊 哎 你说咱在这儿关着也太郁门 过两天出去了 我请大家喝大酒 喝酒就算了 要是能让咱看一期海洋俱乐部 也就知足了 他们在聊什么 哦 看起来 他们在想逃出去 看海洋俱乐部 他们知道时间 哦 每周四晚九点五十 我没有告诉别人啊 这些没有加入海洋的公众微信账号的 谁也别想出去